阿公守关羽 请占华雄 你一个小小的公守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 插出去 关羽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看不起 可此时华雄正在城外叫嚣 袁树上将于射交战锦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 袁绍听到这个消息满脸惊恶 董卓麾下的第四猛将都这么厉害 如果吕不来的起步直接无敌 眼看众人士气大跌 冀州刺史韩复当即说道 我有上将军攀放 手持一柄百斤重的开山斧 有万夫不挡之勇 此人必可斩杀华雄 攀将军可在 末将在 你敢出战吗 有何不敢 我的大福早就饥渴难耐了 好 如果你把华雄斩于马下 上金百两 赐两马五十匹 领命 取消来 为攀将军撞行 喝完撞行酒 攀凤便手拿巨幅出门迎战 可化雄见到他却微微一笑 又是一招便轻松将攀凤击败 随后将其挑飞 直接将长刀插入腹中 连损两员大将让袁绍十分意外 为了重振士气 他将赏金提到了千两 可即便如此战营中仍然压去无声 攀凤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就连他都被一回和斩于马下 再去岂不是白白送死 就在袁绍苦恼之际 关羽缓缓站出身来 把攻守关羽 请战化雄 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攻守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 插出去 公伍兄 息怒 你看 此人既敢于请战必有允略 为何不让他试试 是一个小小的攻守处战 岂不是让化雄耻笑吗 依然于虚择了也一笑容 请看 此人生的 握眉凤幕满面英雄气 化雄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个攻守 这个姓曹大说的对 二哥这个攻守 胜过你们所有的将军诸侯 张飞一语惊人 众人虽怒却也无话可说 关羽向袁绍保证 如果砍不下化雄的头就砍自己一表谢座 刘备文言也信誓旦旦的说道 刘关章三兄弟同生共死 如若关羽不胜 那他们三兄弟便一同赴死 曹操十分欣赏刘备 当即便命人道久要为关羽送行 可关羽却十分自信 不必 小小化雄 何须借酒 助攻稍后 关某去去变回 二弟小心 哥哥 放弃 关羽骑着战马走出城门 那威风的气势 再加上手中赠亮的长刀 化雄看了立马为之色变 就连胯下战马都忍不住向后退 可这等气势 却被城墙上的小兵说成了送死之徒 又是一个人头 落地了 战鼓响彻云霄 军营内的袁绍却忧心忡忡 如果关羽也战死 那么接下来又该派谁去出战呢 还没等他来得及思考 关羽便用手中长刀替他做出了回答 仅仅只是一刀 化雄便被关羽斩于马下 号角声震耳欲容 关羽手持华雄手机缓缓走入军营 众人皆是满脸惊恶 只有刘备一人淡定自若 仿佛关羽斩杀化雄是理所应当的事 曹操见状接过酒杯摸了一摸 温酒斩化雄的关羽从此一战成名 随后刘关章三兄弟和同各路诸侯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直逼洛阳 可面对如此骁勇的三人 袁绍却不懂得稀采 一度想将他们置之度外 朱子爷 小的叫人给打了 打了 打了 他们是大耳光子打了脚的 谁打的你 为何打你啊 小的奉二爷之命 去大营领取良想 可是那个后将军袁术 他一个字也不给咱们 你有没有说过 是袁盟主当着众诸侯的面 需给我们金千金 马百品 粮草五百丹 小的说清楚了 可袁术说 粮草堆在洛阳城呢 想要啊 自个打进洛阳城取去 小的和他争辩 他的手下就打了小的